我的妈呀 它真的超级大的一锅 他们家的份量其实是挺扎实的 就是你们正常来的话 肯定都吃得饱 但是我不太正常 嗨 各位 你们吃过铁锅焖面吗 反正我是没有 今天我们就去吃一个铁锅焖面 据说它是绍兴唯一一家铁锅焖面 麻烦有位置吗 一个人 我一个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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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好吃吗 吃一点还挺大 嗯 行 老板 我要一个全家福的 然后要一个四人份 我吃了 我的妈呀 它真的超级大的一锅 像它这个里面有配米土豆豆角 然后还有虾 还有牛肉片 还有排骨 还有火锅丸子 还有红烧肉 这一锅的料真的好足啊 我先给它翻炒 翻炒 让它更均匀啊 花果到每个面条 我忘了 我还带了一个 吃面肯定得配一个正面神器啊 因为在绍兴的面馆吧 你其实很少有配大蒜的 来吧 第一口粉丝先吃 哎 你还别说味道真不错啊 它这个面条是属于那种粗面条 然后吃起来口感是一种比较筋道的 然后每一个面条上面都活满的价值 吃起来就是一种粘不粘不粘的感觉 而且很入味 来尝一个排骨 这个排骨真的是瞬间勾骨 你根本不用费力啊 这碗我往里面加一点辣油 这一锅虽然我做的是一个微辣的 但是它真的一点都不辣 反正我吃不出来丁点辣味 妈呀 加了辣子更有食欲了 妈呀 他们加辣油好香啊 他这个船家服里面还加了最好安锤蛋 好 我这我最后一会儿就锅里面都已经空了 那时候我感觉 我才吃到汉堡 我等会агоress下来得来一锅 我等会地学校还得来一锅 快点 你再給我來一個排骨雞肉的兩人份 再吃 吃得我一身汗 他們家的份感其實是挺紮實的 就是你們正常人來的話 肯定都吃得飽 但是我不太正常 我吃得一個人吃了個四人飯 還沒吃好 我的第二鍋來了 我的第二鍋上了 第二鍋我點的是一個兩人份的排骨雞肉 一個是東北老闆四十多塊錢 這裡面的料真的給的好足 你們看這種粘不粘粘的麵條 是誰抵擋的了 我都跟你們家的兩人份 我那個是很多年有的 我當然是還是有的 我都很想吃 我呢 你怎麼看 我都很想吃 我都很想吃 我會用來吃 我會用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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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碗左右 大家浅浅的看一眼 不光谈 好了各位呢 今天我们这一顿就吃到这了 这个铁锅拌面真的出乎我意料的好吃 而且它的量真的是给的挺足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OK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男的话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见拜拜